记者会就是全球非常知名的小说 哈利波特第七集的中文版 准备在台湾发行了 那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哈利波特这本小说 到底他们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棒棒糖在哈利波特的记者会 棒棒糖日前为全球知名的哈利波特第七集 中文版发行出席记者会 棒棒糖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哈利波特的故事 还把每位棒棒糖成员比喻成小说里的人物 我觉得小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梦想吧 因为幻想自己是什么世界不一样的人 或者觉得自己有什么超能力之类 然后从这个书里面就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也是 就是融入这里面世界的感觉就觉得很棒 所以自己的空间 你小时候的幻想 我这个个性是小杰比较像哈利波特 我这个个性是小杰比较像哈利波特 我这个门然后心比较细是不是 就是他是一个很正直的正直的正义感 我们是比较 我觉得我也蠻像那个海格的 海格 海格 怎么越来越多了 海格虽然看起来很凶狠 但是内心善良 小玉 看我们相当的好 小玉很像海格旁边那只鸟 没有 没有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那个 那一部 对 有没有 我也有 快 Um 快坏了 ene 我们Channel v的邦邦奈 即将有个新的节目 这一个新的节目呢 就叫做拉里帕 哪里帕 即将在10月27号晚间的九点钟准时播出 理边的内容呢非常地精彩 希望你们都会喜欢 现在呢让我们来抢肩看看精彩预告 來 大家這裡的年輕學子們 沒有用 讓我們去解決 TOLIA! 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推我的頭啦 OK 換我嗎 沒問題 TOLIA! 換個箭長 你覺得唱那位同學你先來笑 你可以好好錄 好 心動不如馬上想到你了 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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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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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IA! TOLIA! 沒有哇 我有一個能 有沒有能陪我 他希望他笑來了 他笑來了 嗯 啊 他們可不可愛 後面的加油 禮物來了 那今天我們就圓盤達成了 終於啦 10月27號晚間9點鐘 千萬別錯過棒棒糖所帶來的 Rollipop哪裡怕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